中部地區水勤持續拉緊報 接下來水勤的燈奧 可能轉為紅燈 各地開始搶水做準備 苗栗的東頭 苗栗銅鑼的龍泉山泉水 仍有水源冒出 不少民眾開車在水桶來接水 希望多少能儲水備用 而南投志月潭 日前的水位也持續下降 知名景點九蛙蝶象 也全部出土 如果再不下雨 不排除碼頭 將全部封閉 抽水馬達不停運轉 把泉水抽上地面 不少民眾拿著水桶接水 因為目前中部面臨缺水危機 民眾準備要將山泉水 再回家備用 我這邊沒有水啊 現在是乾旱啊 平常生活要用水啊 那你這是家庭用嘛 對 苗栗縣銅鑼鄉的龍泉山泉水 每天都有民眾來提水 這裡本來是長年湧泉不斷 但現在水位只剩下約十公分 還得掛抽水馬達才能順利取水 全台水情持續吃緊 中部的狀況特別嚴重 各水庫水位不斷下降 日月潭目前水位也與滿水位落差 達到十公尺 比近七百三十八公尺 不只是九蛙蝶象已經全部出土 潭區的四大公有碼頭 也已經封閉多個扶牌 如果水位持續降 日管處不排除封閉全部碼頭 目前包括台中 新竹 苗栗 台南 嘉義 北張等六個地區 水情出現層燈 如果持續不降雨 水情燈號若亮起紅燈 就必須進行分區供水或是定點供水措施 台中和苗栗也已經宣布 將在十五號進行公五停二抗旱演練 希望能提早因應最糟的水情狀況 記者邱指揮王龍濤 苗栗南投中央報導